午夜會高峰 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 爆偉聰 既然你是國際金融城市 因為統領18萬公務員和全球人工 在政治領袖中是第二高 我想針對劍橋這種應對 我不知道 或者有些人說你的思維中國化 那陣味帶著一陣大陸腔 即是英國響變 這會影響劍橋和那個級數的大專院校 對整個香港和中國文化的看法 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 我當然說回頭 又不能怪林鄭月娥 我覺得 因為這個錯誤根本是劍橋 你給他院士做甚麼 好笑 對嗎 那倒不是 為甚麼 證明你給他院士 是有某些條件 或者某些約束 是希望他舔了這個 這個所謂的分銜 是會對待香港的民主自由和基本法 他希望你在守著底線 但這個也是錯 因為你看錯人 而劍橋雖然是幾百年 二百年來他在科技創意方面卓有見樹 包括出過牛敦 出過霍金 他對科技方面是非常之有見樹 但是他對於人性的品格 那個判斷一向都是差的 是極差 例如他的污點就是大約80年前 90年前 是劍橋裏面出過 至少是四個親蘇的間諜 因為劍橋這間大學 為甚麼他經常是劍橋呢 他本來是牛津那裏走出來的幾個教授 因為那個無神論 那個爭論出來開的 另外開了一間牛津 叫做A貨辦 叫做劍橋 所以劍橋和牛津相比 很多中國人的父母 他們不知道 他不知道有甚麼分別 不知道有甚麼分別 即是東京大學和祖稻田的分別 劍橋一定是比牛津 liberal 否則他好像牛津那樣 他沒辦法開拓科技方面的研究 所以劍橋英國人的雙重性格就是 他保留牛津是保守傳統不變的一面 以及是眷戀過去的一面 但保留劍橋是發揮英國人那種 反抖叛逆和開拓未來的一面 勇於開拓未來的一面 所以劍橋就算19世紀出過一些浪漫派的詩人 好像拜倫、雪萊這些 都喜歡突然脫衣衫跳入噴泉 這些離京半島都是劍橋出的 所以一般來說 他對於一些天馬行空的思想的人 他是要寬容少少 正因為是這樣劍橋大學可能會對 香港的這些反送中 或者反國安法 或者穿黑衣的年輕人 心底裏是有某些同情和支持 因為價值觀 這些是核心的價值觀 所以見到你的先生和兩個兒子 都在這裏 他給了院士給你 當然你有沒有某些政治的期待 是有的 好了 你既然領了他 領了 你就要是某種的commitment 如果你做不到 就真的要退回 或者是沒有這個世界 見面 這個叫什麼 眼前就留一線 日後好相見 對吧 你怎知道這個世界 三個月半年後 不會翻天覆地 你怎知道 對不對 我覺得 整天中國人說一句說話 是窮節賴宴 不是一定要艱難的時候 或者窮困的時候 你才現出你的本性 但是這一年半載以來 真的我覺得是完全展現了這五個字 是 因為林鄭月娥在那個反送中 反修例的抗爭裏面的表現 一直拉到去抗疫 現在去到今時今日 要退回這個院士 你看得到 所有的性格的反應 是完全是統一的 他中間 有些人 可能以往的特首 你見到他有些時候 那些行為 就有些矛盾 或者有些反覆 那種可能他是一種現實政治 譬如梁振英 他這麼強硬 有些人又說他六八九 但是他去到 國民教育的時候 他說撤回就撤回 好了 去到佔中的時候 在最後一刻 不要理會 究竟是否收到電話 他都沒有開槍 但是 你看到他另外一方面 譬如現在他 平時在Facebook的一些 反應、言論 又好像樂此不疲 繼續無保不落 這些種種 其實你看到性格是很多變的 這個 我們明天會繼續說李登輝 你會明白嗎 是的 李登輝在任內 和他卸任之後 他的表現有很大 是的 這是一種政治人 這種政治人呢 這些是政治人 沒錯 不要說是正棍 不是 政治人 李登輝任內 從來沒有說過 他是日本人 從來沒有說過 他眷戀日本文化 亦未試過穿和服 是嗎 是 但是他卸任之後 他去靖國神社 他公然說這個釣魚台 不是中國領土 這是卸任之後 是 這個呢 這個明天我們繼續探討這個問題 好 但是林鄭月娥不是 林鄭月娥不是一個政治人 是 他是一個 其實他自己內裡 他自己有一個ego 而這個ego 一直以來 由他做政務官開始 去到做政務司司長 他都壓抑住 直至去到這個時窮 時窮就是由反修例開始 他這個ego終於爆發 而這個ego的爆發是不可收拾的 一樣就是 你和前任特首梁振英 有一點不同 林鄭月娥卸任之後 他依然是一樣的 他不會變成梁振英 不會的 不會的 有些人也說 可以是男和女的分別 有些人也說 是 未必的 有時女人都會做到 對 也有 這個你有例子 是的 但是現在這個例子 我覺得就是 他潛藏的一個醫局 政務官這些 這個是劍橋學院的失敗 也是前殖民地政府訓練 這一種政務官的失敗 有一些政務官 你説是不是各個好像林鄭那樣 不是 例如是例兄齡 就是做了政務官 很喜歡讀書的 因為他是讀歷史系出身 他的Hobby本身 看很多歷史書 這個就變了令到他 在1997年 他有一個重大的決定 就是他不留在這個廚房 他寧願移民去澳洲 所以留下的那些 多多少少都是 多多少少 都變成林鄭這一種 所以這就是問回教育 另外還有他三個直系的親屬 都是劍橋大學 讀書 劍橋的教育 那個宗旨 不是叫你在這些重大的關頭 不出聲的 尤其是當你那個太太或者媽媽是這種人的時候 而你三個藍丁都是讀劍橋 在這個時間的時候 you got to say something 你要說話 否則你就會欲沒劍橋的招牌 因為劍橋大學這個教育 教育的目的是什麼呢 是不是 這個南懷錦講過 教育的目的不只是灌輸學生的知識 南懷錦認為辦教育的目的是改變人的氣質 是一個人格的教育 對老師有需求 對學生是更加有需求 例如明代理學的朱希 他在福建扮了一間叫趙紫陽書院 這個紫陽書院是完全以朱希個人喜好 和性格氣質為標準 你學去讀書 不只是在他身上是學儒家 還學朱希的為人作風 這些早期香港的一些名校都有這樣做 譬如說 喇沙 例如說香港華人 香港華人裏面很多學校 有一個叫做連世民的愛爾蘭神父 這個愛爾蘭神父極之反殖 因為愛爾蘭和英國的恩怨 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愛爾蘭獨立中間死過很多人 和英國政府鎮壓愛爾蘭起義 民族獨立起義殺過很多人 這個連世民的父親 就是和英國政府有殺父之仇 但是他去了大陸傳教四十年代 因為繼承他父親的為止 又被共產黨迫害 或者一直趕到他從廣東省來到香港 他是很反共的 因為他是李馬鬥 如果我沒有記錯 李馬鬥的天主教 但是他反共的同時 也是反殖的 這種就是他人的人格 他駐造了他 如果他做他不是華人校長 但是他教的那班學生出來 你一說到連世民神父 連世民都會知道他人格的感召 很多離開了這間學校 舊校有聚會都是講先生的 不是講先生教了什麼課程 呂伯瑞西門士夫人 香港真光中學何忠忠 這些都是強人形 還有聖保羅男女中學 兩位校長羅玉和那個女 這些都是很堅持執著一種宗旨 劍橋其實都是一樣 跟牛津不同 劍橋跟牛津出來的人 氣質是不同的 尤其是劍橋 他的正義感會特別強一點 他那種坐牢扶躍 還有天下圍攻的理想 不然怎會弄出五個間諜 這個間諜在三十年代 特別嚮往史泰林 製造的社會主義共產理想 因為他們出身於貴族 但是厭惡英國的等級社會 甚至是反皇室 但是他們是這個社會制度的得益者 正經 但是他憎惡自己的出身 劍橋的人 以牛津為例子 這個貢獻不用說了 但是在神學上 他崇尚那樣 他顛覆了神學 顛覆了神學 顛覆後也歸回宇宙 但是他的自然神論 有些宗教界人士是不接受的 因為他不接受三位一體的救恩 不重要的 這件事你也看到 即使他是出自最神聖的三一學院 他研究天文地理這麼有貢獻 他都會在一方面 譬如在哲學或神學上 有這些靈覺 是不會跟世界上所有其他人妥協 這些當然是很特別的偉人 但是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名人出自 但是一些我們叫很significant的人就是這樣 很獨特的人就是這樣 這個難怪劍橋 因為他近年可能真是 胡錫進有一篇文章就踢爆他 因為你沒有錢 你時什麼窮之乃見 在這裡說過林鄭 你一樣是 你沒有錢於是 你要靠中國資金 華為捐了很多錢給你 捐了給你 你以為有免費午餐 共產黨的錢給你有百億 當然會在你身上收割十倍 接著會有中國同學會 會有這些 劍橋也算是好的 但是近我十年 我自己觀察牛津劍橋一些外國的學生 他一開口是全無牛津劍橋氣質 沒有 入得牛津劍橋是要講氣質 在我讀大學的時候 不是那麼容易入得到 是比現在的流港難十倍 現在我接觸一些牛津劍橋 無論他是來自哪裡 他不是本土人 一開口聽過 英文的說法 和想法的那種幼稚 我都很驚訝 為何牛津劍橋 是缺錢缺得禁交官呢 廣告回去再說 少傲江湖 光明頂 多小天下事 進赴少譚中 光明頂 所以這些就是全球化之下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可能也不止是牛津劍橋的問題 當你中國的影響力增長的時候 有很多品牌會跟著玩完 其中一個不要說劍橋 這個微微說 其中一個品牌就是孔子 本來孔子是一個很尊崇的世界級的哲人 你沒理由一個國家的政權 在世界上開孔子學院 是比西方國家一個接一個 讓你關閉 說你裡面從事的行為 與本國的學術言論等自由 價值觀不符 你現在整個孔子學院俗稱的朵 就有一股味 還有很諷刺 共產黨本身骨子裡是反恐的 這些無謂說 歷史上慶祝難輸 現在你借孔子的殼 想說去歐洲去西方講中國故事 這個中國故事跟孔子是無關的 但是你借著那個墨頭的八爺公 那些羊揹鬍 其實它的印象不是很present 指甲又長長穿 寬袍大袖 沒有人在二十一世紀用這些標誌 但是現在出資要搞亂 另一方面如果劍橋、牛津 這些英美大學 正如美國政府 蓬佩奧等最近逐步 開快路檢視的時候 這些名校慢慢會越來越多 這些內幕爆出來 包括哈佛大學 化學系 李伯 名字叫 Liber 被指為 被指間諜 美國人沒有足夠的證據 都不會讓你的名字出來 因為你在哈佛一世人爬到這個位 所以這些很不幸 這些是中國人和西方永遠不能夠相處 但是這個借學上市 其實它都是吸引英國文化協會 法國文化協會 我正如說 西方國家都有國安法 英國、法國、德國都有他們的文化協會 科德學院 但是別人是德國、英國和美國 為什麼中國不可以有 他們不是伊朗和北韓的國家 講來講去 這些低端的邏輯 我不想在這裡浪費時間 講回教育 教育就是一個 南懷錦所說的 是一個改變氣質的事 所以如果你說去了這些學府 氣質改變不了 還是以前那款 很多的 現在中國外交部很多的 都說去過倫敦LSE 讀過一年半載 什麼戴炳國 說回來你講話 那些戰狼康完全沒有合不合邏輯 這些 人家會說你在英國學了什麼 這些留學精英 但是世界知名的大學 你留學又說在哈佛大學 那個叫Kennedy學院 為什麼你連5千萬和5千萬噸 多少噸 你都會搞錯 因為世界上有名的大學 或者歷史悠久的學院 它有一個History 即是它有它成立的初心 或者它的歷史價值 那句拉丁文的校訓 包括香港大學 沒錯 這件事你是不能跟它困的 你不要理它一百年 還是幾百年的歷史 因為在大學成立的歷史裡面 以往在中世紀到近代 大學不是現在的大學 現在的大學 可以說是很便宜的 商業化 很容易的 你真的有錢 全球也是 或者你真的肯擺時間 你要研究什麼 只要有錢 你都可以做得到 每間大學 尤其現在西方經濟 很多年都沒有 但是以往 他寫給有錢的校友捐錢 你說十年八載 這些曾經去過哈佛大學 金領域學院的所謂的校友 回到那個國家 是否最有錢 當然是 你要錢 對 要多少 一百萬磅 一千萬美月 我給 Good Oh That's very nice Oh That's so generous 我希望 可以促進大家的友誼同慣 Of course That's very kind of you 結果這十年 這二十年 你西方文明國家付出什麼代價 是嗎 是嗎 他們自己都知道 結果你搞到不開心 跟一個林鄭月娥的院士 兩邊相罵不好口 你劍橋一間這樣的級數 他沒有理由已經將你降低到 這個級數跟一個叫林鄭月娥的女特首 有這種交易 本身對這個學校的image 已經是某種污點 我認為 不要告訴我 英國是一個class society I'm sorry 是嗎 是啊 在你英國人眼中 有四個字 叫低端人口 不過你不說 是北京市委書記 蔡奇說的出來 不是何來 你是一個達爾文 在劍橋畢業 物敬天窄 搞到今天這樣 所以我們很平衡 在習慣之後 我們不會繼續去批評林鄭 只怪當初 就問你劍橋深層出現什麼問題 不止是整個西方的大學 究竟這十幾年來 你們為了舔那些捐款 或者是那些學位 帶來的利益 你們放棄了多少 你們原先的理想 或者你們的立場 就是空中規沒 這些 不得門當戶對 你以為真正在做My Fair Lady 你見不見 Professor Higgins那個 是要求你下屏嗎 Come on What a joke 明晚11點再會 請你下屏 你下屏 我沒有不見 我沒有不見 很大 你現在